长公主话音一落 依旧高贵而从容 自徐扬面前顿了顿身 只给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便继续朝殿外走去 徐扬神贤自若地跟在身后 引起了周围这些王公大佬们 异样的目光审视 要知道 放眼整个神之国 想要尝试接近长公主的不计其数 从来没有谁如愿 可就今天一战之后 徐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 赢得了这个机会 不管是武神官还是神相 哪一脉都分外眼红 全都莫名警惕起来 传令下去 从今天起 我身边不需要其他任何护卫 只要她一个人 是 一众护卫虽然有些盲从 但这是长公主的命令 他们除了点头答应 别无选择 两人一路无话 徐扬就这样一路 跟到了长公主的寝宫 本能地停下动作 进来 哦 长公主殿下 这是你的闺房 我进去 好像不太 你们都出去 她自己跟进来 侍女们很识相 纷纷从闺房内走了出去 经过徐扬身边时 都忍不住用惊恐的目光 扫向徐扬 我的天哪 不会是我出现幻觉了吧 三公主殿下 哪接见过这些鲜肉公子哥啊 今天这是怎么了 嘘 小声点 万一被公主听见 你这话都够掉脑袋的了 没事 咱们都是公主服 贴身服饰这么多年的近人 不会有事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年轻人还真是英俊呢 身上的气息也很强大 估计不是一般人啊 侍女们常年在后宫 自然不清楚徐扬今天这一出 自导自演的大戏码 只是当徐扬刚刚跨入这寝宫的一刻 房门突然紧闭 一股说不出的压抑感渐渐出现 此时再看着掌公主的背影 这个女人莫名之间 带给徐扬莫大的压力 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 看不透的感觉 怎么 怕我吃了你吗 离得那么远 掌公主自行来到梳妆台前 摘下遮面的一刻 容貌连徐扬也大吃一惊 这自容绝对不输自己身边任何一个女人 但和徐扬这些妹子极为不同的一点 是掌公主身上那种深不见底 谜一样的气质 这样的女人 徐扬自问就算是自己 想要驾驭起来也是有难度的 我就是个护卫 进入公主寝宫已经是冒犯了 没法靠得太近 掌公主奄然一笑 突然转过身来 就这样直面徐扬 猛然间一股无比强大的吞噬力 锁定徐扬轮廓 将她整个人拉向了掌公主面前 直到相距不足一指 方才停下了动作 你和那个燕之国王子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掌公主口吐芬芳 然而这话语内容 却是让徐扬本能地提起了一丝警惕 不用多心 如果我真的想害你 还能让你来我的寝宫 我只是觉得 你这人蛮有趣的 有你在 我这无聊的日子 还能多些趣味 徐扬似笑非笑地 看向面前这绝代佳人 心里面总觉得有些不落地 看来 外界的传说一点也不假呀 掌公主不光人美 只怕你的神之力 才是整个神之国最强大的一个 外面那些王侯像像 不过就是一群摆设罢了 难怪啊 那傻小子轰下来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紧张 那时候我就应该看出端倪了 掌公主奄然一笑 有些事看破不说破 岂不是更加有趣 等我换一身衣服 再随你出宫 出宫 你这又是玩的哪一处啊 当然是陪你去见见你那孙子 他不是一直对我很好奇吗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倒是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 徐扬顿时一阵头道 我跟他压根就不认识啊 只是说说话而已 我知道 就是这样 那才有趣呢 不光是他 我还想认识一下 你身边那些小伙伴 你 不会介意吧 徐扬一脸狂悍 借一个球啊 你他妈是公主 老子怎么介意啊 徐扬虽然一时间 看不出这掌公主适合套路 可凭他的实力 想要保护伙伴们 还是能够做到的 更何况自始至终 掌公主都不曾对徐扬 释放半点杀念 这也是让徐扬放心的一个原因 啊 罢了 王不是说了吗 要我听你的吩咐 既然你都不说什么 那我当然无所谓了 很快 掌公主便换上一身 浸装便服 手中拿着一把配件 卸下妆容完全素颜 可饶是如此 反倒更硬衬着女人 滋容完美 走吧 来到徐扬身边 掌公主显得很开心 一副充满期待的模样 呃 那待会见了我的伙伴们 要怎么介绍你啊 掌公主贴身护卫 无双 看着徐扬愣神的模样 掌公主 无双抓起徐扬的胳膊 便朝外腾空而起 几个恍神便脱离了 王宫区域 两人一路直奔徐扬新家 自半宫中俯瞰的视角 无双公主不禁惊叹了一声 想不到 你这处风水竟然这么好 果然不愧是本公主的护卫 没有给我丢人 嗯 徐扬一脸问号 前脚二人刚刚落地 便听到小花那丫头 惊喜呼喊的声音 啊 肯定是少爷回来了 拉开门的一刻 小花刚好对视上 徐扬身边的无双 属实愣了愣神 你 哦 小花啊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王 亲自派给我的子爵护卫 名叫无双 之前呢 也是长公主身边的人 不用担心 自己人 你好 小花听了这话 方才松了警惕 和善地同无双打了个招呼 让许阳没有想到的是 这女人换了衣服 似乎也完全变了个人似的 一点公主高高在上的气质架子都没有 仿佛真的摇身一变 成了个女护卫似的 你好 小花妹妹 初次见面 多多指教 呀 我说啊 你这花心大萝卜 真是够可以的 家里有小花这闲内柱 给你操持一切 出门在外拿的是 皇宫雇佣军女统领的手牌 昨晚刚逮到这么个小火宝 起零大典不忘去勾的人家 国公府无朵金花 这你妈才进了一趟皇宫 又带出来个这么 英姿绝美的护卫来 许阳啊许阳 你果真是我辈的楷模呀 哈哈哈哈 嗯